第五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12月19号至20号在京召开 本届大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共同主办 主题为推动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建 来自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名海内外代表出席 近年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逐渐成为世界流行风潮 国际中文教育热度持续上升 多位受访嘉宾表示 在华文教育发展中 也注重将语言学习和文化传承深度结合 让学生们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 我们邀请当地的学校的同学在我们学校来听课 我们就跟他们讲解筷子怎么使用 因为他们想学习来吃中国菜 我们每一年就有举办综艺展览会 我们邀请各学校的小学初中高中 来到展览会来看看 同时也在那一天我们举办一个临床的礼疗 针灸推拿还有那个拔冠这些 我们也跟山东尼山世界乳学中心对接 我们每一年都有举办那个 送读乳家经典的比赛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还有中医文化 当前海外华文教育持续发展 但缺乏师资教材适用度不足等老问题仍存在 多位华校校长表示 心情事下 华文学校要继续发挥造学能力 推动教师专业化 教材本土化 办学模式也影响多元化和正规化发展 共同促进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因为我们有一个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的一条线 还有我们的全部都是全日制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马来西亚 假如是讲说体制方面相对的是应该是很健全 我们专门就是说为我们缅甸 是要培训教师的话 我们都可以免费为他们培训这个教师 到今天为止已经满了十年 总共培有出了755位 我们也是在推动就是说把老师的代役工资提高 我们也是在这一方面是得到主席国的大力支持 高质量的发展 师资的培训其实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像国桥办呢 然后像这个国内的很多高校啊 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就是这种培训 我们也会定期组织老师们去参加 并且参加完了之后我们要进行研讨 要交流学习的这个心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现在的学生很愿意进课堂 跟教师培训和老师对教材的一些整合 有很大的作用 网络上的一些软件 小孩很喜欢 比如说抢答呀 还有就是造句了 而且马上就能看到答案 对还是错 完了马上老师就会有那个鼓励呀什么的 还有得分就出来了 我觉得对学生特别有鼓励 我是希望教材方面能够跟上 与时俱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